那如果要分把这几个 我是建议啦 如果以后你要做的话 你就可以先做 一个 比如说你先 把 因为这边要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我的习惯是会先 插入第1个LEN 或LENB都可以啦 那 第1个的话我先算几个字 那就把这个字给他 然后再来的话呢 直接把这个公式减下 不包含等号 然后呢 再插入的公式的话呢 再插入公式 这个地方用减的好了 直接减的嘛 直接先把那个LENB 不对 应该是先ASC才对 更正一下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先用ASC 先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 这个 全部半型 再去算 不然的话你到处还要再加ASC 所以先ASC 先把它转成 这个全部都 半型 这样可以 剔除掉 英文字的这个障碍 不然英文有的是全型有的半型 当然如果未来你的资料没有这种问题 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那个全型的英文 以前DOS环境下常常看到 以前DOS就是有全型半型 但是现在Windows好像 大家现在很少在那边打全型字的 我不是不知道你们 比较少 所以先转了之后再算它里面几个字 13个字 你可以把这个LEN算出来的字数 前面再补一个 LENB 中间加个减号 就是 把那个LEN算出来的字数 前面再补一个算它的byte数 那它的byte数减掉它目前的字数的话 那理论上就是 应该要有的 再把这个字数的部分减下来之后 再插入一个lapse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这些 函数 都会在 文字类里面 然后就把 给它做 然后 这个时候的话呢 给它后面 再贴到那个LUMBER CHART 几个字 三个字 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总共向下填满 它 就可以 帮我们完成 我们要的 这个 结果 那不过因为这一题 它有一个比较特 就是刚刚好 因为中文字都在开头 所以如果不在开头的话 就比较麻烦 OK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 试着把刚刚的公式 全部串在一起 步骤的话 我刚刚第1步 就是先ASC 第2步的话 也许你用LEN或LMB 都可以 这个第2步 然后再把它加个- 把它串在一起 再来的话就是再放在lapse 里面 就第3步 123 这样子 就OK了 当然啦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 我们要提取的是英文 这个应该是比较难 英文 这个是数字 数字 就是分别 帮我们把 这个 不同的 资料 格式 复制过 这个复制一下 OK 英文 数字 那就有点麻烦 OK 难度就比较高了 那我刚刚有 特别问了一下 CHARGBT 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他 但得到的答案 其实好像 不是 很理想 因为 我刚讲过 因为设计 这个 CHARGBT是 美国人 所以 他们基本上 比较不会遇到 中文的问题 而且他们可能也不太理解 中文的问题 因为中文毕竟对他们来说 这个字数干嘛那么多 因为英文就26个字 顶多是大写跟小写 那加上数字 加上符号 就够了嘛 你那么多干嘛 中文的话 所以我如果假设问你 中文字到底有多少个字 OK 你想说 中文字 我们现在学到现在应该几千个字应该 几万个字应该有 到底几万个字 不知道 不过比较精确的 你不能说 好像 实际上常用字大概3000个字 如果早期的那个什么 BIG5 刚刚不是有个BIG5 BIG5就是一个标准 他就 13000多个字 OK 如果后来产生的那个什么unicode的字 大概5万多个字 OK 你说这些字 那怎么放 OK 所以这个 就是 牵涉到内码 然后 实际上 请那个CHARGB帮忙一下 所以我就问一下 我说 Q的部分 你们可以看云装白板 这边有一个101 然后用CHARGB生成看看 请帮我撰写 也是有公式 如果用公式来完成看看有没有办法 将储存格 我要把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前后加双引号 直接贴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全形字 但是他不知道认不认得 因为我发现他这个能力不太OK 或者甚至你什么 将A2储存格 开头的 或者你储存格 这边加个开头 因为我好像都是前面 所以 开头 我加一个 开头 的 有没有 这个 其实就抓这三个字取出来 然后 把这个问题丢给CHARGB 看他有没有办法 我得到的结果 我看一下 好像 不是挺乐观的 我刚刚讲过 因为他真的 处理英文OK 大概处理中文 就没有那么 先看一下 他说 他最后是用什么 用fine函数 他直接给你一个finess 问题来了 又不是每一个都是ss 如果每一个都ss 那就搞搞定 他不是 所以你变成怎么样 你还要跟他在跟他讲 这个叙述就有点 有点困扰 所以你可能还用别的方式跟他引导一下 就是跟他讲说 不要用fine函数 是不是 或者之类的啦 所以这个后来发现我就算了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 那个刚刚的这个全部把它串一起 并且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解决 取那个中文 你说 那个取中文不OK 那我们换成英文 数字 会不会OK 这个导 换个方向 试一下 主要是希望说能够解决英文跟数字问题 英文跟数字我想应该CHATGP会比较擅长一点 那于是我就把这个问题 直接就丢给CHATGP 请他帮忙看看 看看能不能不要让我失望 OK 所以有的时候CHATGP他不是 很多东西都完全都OK 尤其是我刚刚讲的那些 中文他就没有 他可能可以帮忙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真的有时候 真的没有办法帮很大的忙 那英文跟数字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于是我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他 所以我就问他 把刚刚的那个问题修改一下 就是我只要取出英文 而且我还跟他强调说 不要区分什么 全形半形 不过我发现不区分全形半形这句话 他好像听不懂 所以我得到 我这边把他丢给他了 我说请帮我 不区分全形半形 那他就送出之后的话 他就给我一个公式 这公式的话还颇偿的 他用了几个完全 很少用到的函数 像Test join Test join Test join应该可以理解成 把字跟字 join join要合并在一起 然后 这个地方有条件 if its number its number 是不是 数字吗 OK 是不是 这次 然后再去摄取是 摄取其实跟fine 他的用途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说摄取不区分大小写 然后fine的话 他有 区分大小写 两者只有这里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再来的话就是row row的话就列 indirect呢 就是取资料 取1 冒号后面 这个实在是 还有 他就给了一串 这个什么 abcd 这个是英文字母的小写全部 大写全部 然后在mid 再切字 光这个 用人工来写 我看这个人应该蛮厉害 可以写出这位长串公式 当然他可以可以把它拆解慢慢看 然后使用步骤大家特别讲 复制上面的公式 这个没有问题 复制嘛 把它选 选的话把它整个选起来复制 然后第2步的话呢 贴上去应该没问题 把它复制 然后再来的话很重要这一点 因为 他是 所谓的政劣 那政劣的话就是不止执行一次 特别注意他是有点像 VBA的回圈 执行多次 执行多少次呢 就是里面有多少个 要比较的字 他就跑这么多次 就从头跑到尾就对了 OK 那意思是说他从头帮你比到尾 比什么呢 比是不是 这些字 是的话帮你取出来 不是的话就剃除掉 看起来好像 感觉还蛮OK的 试试看 把这个公式复制之后 把它贴到我的 英文的这地方 记得 贴上这里 公式就很长 第2个的话你不能直接打勾 因为之前我们直接打勾 打勾他应该没有 因为直接打勾 只是第一次 比较 就小写A 那你说老师他后面还有很多要比 记得 就不能打勾 记得 他刚刚不是讲吗 第三个步骤 请你在这边 游标在里面的时候 按一下 Ctrl Shift 加Enter 先按Ctrl Shift 再加Enter OK 这个正列 不过我是真的正列不太好用 但是 他给我们要执行 那你也要会用 Ctrl Shift 加Enter 好 执行完之后呢 你把它向下填满 你说老师 Asses没有 因为他根本不懂 什么叫全息 所以他没有全息 所以有全息字不会出现 那扮行 OK 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他其实 只要是 扮行的话 其实都是OK的 所以 这样讲起来 那你倒不如把前面的资料全部转扮行 再喂给他 这个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我刚想这个全息 主要是应该在中文环境里面才会有这东西 所以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你就把这边全部 改成全形 转扮行 用ASC 然后再把它贴回来 这些不要有 所以如果假设这样 我就先用一个什么 先用个ASC 然后把刚刚的这些字 把它全部过滤成 没有 这个 然后再把它 C 再贴到哪里 贴到刚刚这边呢 把它 记得按右键要选择性贴上 你不能 直接贴 那选择性贴上就只有持 123或者是这个选择 记得 不要全部 只有持 然后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就OK了 所以 这样好像比较简单 你就不用 再去 请 我刚刚本来是讲说 请你帮我分辨那个全行败行的 不一样 后来想着就算了 这个他怎么 因为 他就是不懂这个 你跟他再怎么讲 他还是不通 所以呢这个就把它delete 所以干脆这样好了 他不转我们自己转好了 我们自己把它转成 全部 都没有 这个 全行质 他就OK了 这应该都没问题吧 那再来的话呢 我刚刚有把我刚这个的 问题的 答案 这个公式呢 放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们要参考的话 或者你们自己跑一下 应该也是会一样 问题在这里 那 不分全行半行这个我想就算了 你就反正取出所有英文就已经很厉害了 这一串公式记得最难的地方是 你记得把它复制之后 要记得贴的时候 就是 贴上 这边 记得是 贴上完之后不是打勾 如果是Ctrl Shift加Enter 然后再向下填满 就OK了 其实数字会很难 数字我发现其实好像 也可以用这个 我试试看 因为我刚刚看到 他其实是找这些字 有没有 那我比如说把它改成什么 0123456789 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 应该可以吧 OK 我试试看好了 Ctrl Shift 所以改完之后加 Ctrl Shift加Enter 可以耶 所以这个公式应该很万用 所以Ctrl Shift真的厉害 叫我自己写这个 我真的还是 有点困难 他就帮我写完 有没有 可是点点没有 那点没有没关系 对 如果点也要的话 你就把点加在这里 这个就是你要的 这个这个还蛮 记得 Ctrl Shift加Enter 把它向下填满 点出来了 OK 哇太好了 这个 这个公式 Ctrl Shift真的是 不错 因为真的以前你要学到 可以把这个写出来 执行阵列 那功力要到哪里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这边应该找得到 第二页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到这边 这个并且 我们就能复权了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